欢迎收看麦dj财经新闻 我是叶家伟 全球最大AM通用型胎压侦测器厂商 维生电装 近年看准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AS是实现智慧车的重要趋势 在这当中尤其又看好毫米波雷达 它是ADAS系统当中最重要的组件 扮演着整个智慧驾驶车辆当中 眼睛的角色 因此在近两三年是积极抢进这一块领域 如今已经成功开发出24GHz 77GHz的雷达模组产品 并且抢先成为两岸当中 第一家获得国际认证的厂商 也在今年2月份开始出货到北美的露营车市场 正式进入到雷达产品的收成年了 而这次麦dj呢 特别为您追踪 维生雷达模组产品的现况 详细情形来看以下的整理报道 维生在站稳全球AM通用型胎压侦测器供应商之后 为了追求更大的成长 在2016年展开雷达模组的布局 如今成为两岸第一家获得德国TUV测试 并且通过ISO智慧交通系统相关认证的厂商 在中国大陆也取得了相关证照 维生的技术最主要来自于合并制宏科技 制宏是雷达相关厂商 过去和交通大学的前瞻微波技术AMDT实验室 共同组成了ADAS研发团队 从事车用安全系统相关模组的开发 可以说是在国内相关领域非常著名的团队 维生董事长尤山泉先生就提到 这是维生在雷达领域发展的一大优势 我们的优势在于自主技术 掌握毫米波雷达之各项关键技术 包含香味天线的技术 雷达颜算瓦技术 奥米波电路技术等等 可以为各种车款客户客制化 目前我们是被客户需求追着 因此我们是自己跟时间在赛跑 希望如期如值出货强占康大的商机 维生自主开发雷达软硬体 目前在全球已经拥有30多项专利 同时也完整开发设备和自动化产线 如今在台湾和上海各拥有每月8万个雷达产能 维生雷达产品包括24GHz和77GHz 24GHz毫米波雷达则是已经应用在短距离的环境侦测 包括应用在盲区侦测 倒车警示 还有开门警示等等 77GHz则是应用在探测距离比较远 角度比较高的车用系统 像是前方碰撞警示 自动紧急刹车 自动巡航 自动停走系统等等 如果结合摄像头 还可以发展成侦测前方和路上障碍物的系统 此外维生也发展出79GHz的雷达新技术 除了可以应用在多角度的盲区侦测之外 还可以取代倒车雷达 等于直接取代多个24GHz的应用 未来产品的发展值得期待 所以邮山泉董事长也对外表示 毫米波雷达的应用比公司原本想象的还要强劲 无论是在OEM还是AM所有市场 毫米波雷达的应用是相当的广泛 路上看到的车 如校车 录影车 重型机车 处处是庞大的商机 因此我们在SIMA站及CS站 乃至于与大陆主机厂互动上 我们深刻感受到客户对联达产品 破确性的需求 以及需求的强劲 至于产品出货的详细状况 根据了解 维生今年2月份已经开始出货 北美AM露营车 由于北美露营车 每年销售量达到50万辆 年增率达到17% 今年还被期待会持续成长 另外维生今年第三季 也将开始出纽泽西州的校车订单 公司相当看好美国目前 有达到45万辆的校车 每年新生产4.6万辆校车 在政府重视学生安全之下 雷达产品的商机相当庞大 至于视线死角比较多的重卡 安装盲区侦测也已经成为趋势 维生目前也正在洽谈 美国重卡订单 另一方面无人机市场也相当具有商机 全球无人机在去年成长将近四成 中国市场到2021年也被预期 年复合成长率也将近四成 这部分也是维生积极布局的领域 而维生董事长也信心满满 预期今年公司可以看到雷达产品 对业绩产生贡献 2018年是AM应用发酵了70年 接着2019年OEM开始发酵 加上77产赫尺及79产赫尺 逐渐期待247等值趋势 更显示火温技术自足的优惠性 因此雷达产品的成长是值得出位期待的 至于外界关心雷达产品后续对公司业绩带来的贡献 董事长也亲自做了说明 今年的动力这两三年 其实未来两三年的话 是可以非常看得到的 你们刚才问那个雷达的毛利率 雷达的毛利率当然 那个车厂一般车厂的毛利率 大家都知道 那毛利率取决于这个技术 这个挪耗产品的不同 OK 那至于那个售乎这一块 售乎这一块雷达 因为每一种像那个校车Scoop Bus 还有RV 每一款它的解析不同 它所用的雷达的组合也不同 总之售乎这一块 售乎这一块的毛利 不会亚于DVMS 好的刚刚听完董事长的访问之后 我们可以了解到 未来在雷达的部分 将会是维生发展的重点 而过去这几年 维生则是在TPMS蓬勃发展之下 它的营收连续写下了新高记录 只是在2017年 台币的汇率相当强势 而且欧洲的TPMS降价的干扰 使得它的税后净利呈现了衰退 EPS只有10块钱 那么到底这家公司后续 雷达产品可不可以重新带动它 获利重返成长呢 我们也将会持续为您来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回